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许多从业人员发现 重新找工作变得非常困难 曾经的白领生活已经不在 据报道 一位40岁的房地产从业人员 分享了他失业三个月以来的求职经历 他每天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寻找工作 但大多数职位都是二手房中介 电话销售或家政服务 房地产市场的衰退 首先影响的是房地产开发和中介服务 据中国官方的经济普查数据 这两个部分的就业人口 分别占全行业的29%和13% 而这些失业人员很难找到 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行业相匹配的工作 彭博社近期报道了一位30岁的女性 张小姐 她曾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工作 但现在已经失业 她曾经的生活非常奢华 但在2021年房地产市场崩溃后 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房地产研究机构科研智库的数据 到2023年 中国经济衰退已导致约50万人离开房地产行业 彭博经济研究指出 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比重 到2026年可能会从25%降至约16% 这意味着可能有500万人面临失业或收入减少的风险 张小姐表示 她现在通过社交媒体销售保健品来维持生活 但收入远不如过去 她和丈夫不得不推迟生育计划 开始自己做饭 减少社交活动以节省开支 据彭博社和惠玉评级公司的数据 今年中国大陆的公寓和商业房地产销售预计将比2021年下降45% 即使是在国家支持下的万科也面临压力 其信用评级已被下调至垃圾级 为了挽救房地产业 中国政府在5月17日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保交楼 收购存量现房 降低贷款首付等 但专家质疑 这些救助措施缺乏关键细节 效果并不乐观 许多潜在的买家还在观望 等待房价进一步下降 从2024年开始 中国房价持续下滑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的跌幅已达10%